今天鸟树成为嘎纳电影节的热门人物 出现在各大夜变酒吧 但令人震惊的是 与此同时他又在新加坡出席活动 原来出现在嘎纳的是冒牌货 这也成为本周嘎纳电影节的一大笑谈 这边想扮成鸟树的男子 戴着副服墨镜穿着白色衬衫 搭配黑色外套 并吸着蓝色的俏皮领带 打扮和本尊如出一辙 不仅在嘎纳接受访问 大跳骑马舞还到处吃吃喝喝 并大方与众人合照 英国女演员纳奥米哈里斯 就在推特贴出两人合照 完全不知道自己被骗了 直至讽思提问 身在新加坡的正牌鸟书 才发现自己被人复制了 急忙在推特上写道 似乎是有另一个我出现在嘎纳 跟她说声嗨 至此所有人才发现被骗了 小编队撞脸这回事 真心感到不可思议 被迷惑的众大弯 是不是也在墙角 暗自怀疑自己的势力了呢 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